大家好我是宝君 开汽车维修店的一对夫妻 为了多赚钱过上好日子 竟然在锅路上放铁钉 砸泡过往车辆的轮胎 一部黄旦现实主义的韩国篇 汽车维修站 大雄竟想在脚外的拱路边上 开了一家汽车维修专门店 附近拱地正在搞工程建设 泥土着时不时的呼呼标告 搞得两人每天吃饭 都是免费假料 大雄来到拱地 找他们要个说法 对方不但不好好说话 还想搞事的大雄 送进了局处里 调子没有温馨提醒 而是气到费炸地告诉大雄 工地里的一切所需都是齐全的 不要没事搞事 想着占什么小便宜 维修店生意产单 竟想只好做一些青春的手工货 赚取日三家的伙食费 大雄也是能省就省 连抽烟都是买最便宜的大雄买 同时搞修车的胖虎 早就看大雄不爽 趁机羞辱他一顿 谁叫他要和胖虎抢饭吃呢 一次店里来了一个换他的小哥 大雄分析一番 应该是附近工地的一些铁器搞爆的 两个轮胎换下来 所有了五十万韩元 好久没开灯的大雄 再一次触摸到了 纸贝的爽滑质感 半夜趁机想睡着的时候 大雄一个人来到门前的公路上 一直待着到凌晨十分 网络中央撒起了钉子 结果第二天一早 就来了换台的客人 看对方是有关部门的人 大雄特意给了一个清晨大优惠 十五万 人情事故做好了 以后有什么事情 也好找对方管照一下 一天下来 大雄直接到一个换台的客人 后来发现这铁钉不够牢固 遇上泥头车什么的 一下子就被垂到路边 于是趁着半夜的时候 又特意改良了一下铁钉 结果在放铁钉的时候 被静香发现 静香担心大雄下半辈子 要去牢里吃饭 大雄劝说他一万个放心 只要没人说出来 就不会被发现 况且这些开车的人 都是肥腹脊贵 根本不在意这一点点修车费 生活好了 两夫妻才能万事顺益 大雄特意在路边 立了一块线素的牌子 这样车子就更容易被铁钉砸到爆台 店里的生意 也自然是财源滚滚来 一天工地的老板小雄 开车经过维修店的时候 也顺利爆台 大雄好心接待 维修易反 最后收入两百多万 临走之前 小雄还给了净想一万块钱 买下了他一个手工一瓶 眼看赚钱来的太快 就像龙卷风 大雄觉得撒钉子麻烦 直接在路上搞几个膨胀螺丝 每天只等着爆台上门就行了 小雲的女儿被人绑架 条子过来调查寻味 小雲猛然想起 之前修饰了大雄 最后大雄被请进了局主里 一开始以为是帮铁钉的事情 直到条子说出绑架案件 大雄这才松了一口气 内心忍不住一句 呱呱子 刚从局主里回来没多久 大雄又开始干起了火 认为有钱人正该好好造一下罪 胖虎得知大雄 最近储钱储套手抽筋 案总检释一番 发现了他们小两口赚钱的秘密 大雄和静翔也因为这个秘密 昨天半夜睡觉都会笑醒 吃喝玩乐 样样都省了一个层次 胖虎却羡慕鸡都恨了 找到静翔说出他们的赚钱秘密 静翔无奈指向 只好用自己的肉身来交换 虽然过去了想买啥就买啥的生活 但静翔却失去了 一只一来的笑容 晚上还会一个人偷偷的哭 这一切的转变 大雄都没怎么察觉到 一天一辆车子开进了田顶 大雄干嘛处理路上的铁地 消灭证据 发现车主汽车逃离了 打开车尾箱一看 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小孩 而这个背板的小孩 真是小银失踪的女儿 大雄也因为此事 说到了小银的重仇 有了钱的大雄开始购买好吃 改造修车店 吃香的喝辣的 生活过得很是美滋滋 胖虎又看不下去了 抱出他赚钱的秘密 大雄一脸正经 联强到静翔之前的种种异常 这才反应过来 胖虎有可能占了静翔的便宜 静翔依旧不停地栽放铁地 大雄却已经没有心思搞这些 回到家里 还导致把那些钱也扔掉 静翔好不容易过上了 还不错的生活 不想一夜回到解放前 就说大雄就是一顿打扮 失去理智的大雄 又来到路上 拔掉那些铁地 却怎么也拔不出来 此时的他 过上了一直想要的富责生活 却也失去了一些美好的东西 最后静翔继续坐着 抱他的维修生意 而大雄者良心发现 干起了泥头车运输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一开始在这对 低声平民的富贴身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丈夫的良心发现 两人也走上了 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个越炫越深 一个刹车掉头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能丢弃人性的 一丝丝良知